尊敬的魏老师还有各位师兄师姐们 大家晚上好 我的名字叫周树薇 我是在大概去年的这个时候 接触到长生学 那时候是因为我三岁半的小女儿 她从两岁多开始就不停的长真眼 大家知道真眼就是 那个眼睫毛的底下 她的皮质就是阻塞了 所以她会感染发炎然后装起来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她反正一直涨上下涨左右也都一直在涨 我带来一看医生 医生说这是因为小朋友的免疫系统 她还没有完全发育 所以她是比较容易感染的 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治疗方法 只是给她一些炎药膏来看 我觉得这样子也不是办法 所以我就带她去看中医 然后中医就开了一些清热解毒的药给她吃了 可是大家都知道中医开的药是很苦的 大人吃都很勉强 所以要一个三岁半的小朋友吃也是蛮难的 所以这样子吃了20天的药 一点效果也没有 钱是花下去了 真的没有看到效果 我也决定要放弃中医的治疗 因为真的很辛苦啊 平安每天喝苦药 就这样子过了不久 在一个纪念下 我就和我因为住在加拿大的朋友 了解我女儿的情况 她就问我说 有停过长生学吗 我说没有 她就跟我介绍长生学 然后我自己也在朋友上查看了很多资料 有关长生学的 我就在想 反正中西医都帮不了我的女儿 其实长生学不用花钱 又不用吃药 又有副作用 试试看也无妨啊 所以就联络了小林师姐 然后我就带我女儿去调整站 调整 第一次调整小林师姐 很用心就帮我女儿调七号 还有眼部 这样调 第一次坐有快两个小时了 回到家以后 我看她也没有什么反应了 可是第二天早上睡醒的时候 她就跟我说 妈妈好 我的眼睛张不开 我就看她眼睛为什么张不开 原来是她发炎的地方浓流出来了 就经过一个晚上干了以后 就把她眼皮给黏住了 所以她张不开 就这样浓流出来以后 她的发炎的地方就消了很多 经过七八次的调整 每次小林师姐慢慢调 都有差不多一到两个小时 所以这样子她的睁眼 慢慢的就好起来了 所以我特别感谢长生学 也感谢小林师姐 这样无私的奉献 因为她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都会在调整站 帮助我们自己有需要帮助的人 然后我也借此谢谢魏老师 谢谢新加坡来的师姐 还有墨尔本来的师姐 还有全体 这次丑办 这次出终极班的全体师兄师姐 谢谢你们 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有将好的机会学到这一门 宝贵的功夫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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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